而以水到农产明文国内外的副理乡 为了精进提升这一方小农休闲农业观光的实力 乡长成荣冲是特别率队参访光复乡 那么60多位的小农在光复乡公所农官客的规划带领下 了解市地休闲农业生态旅游 认识辅导政策业务或者是福利等等的项目 小农是不需此行 才刚落成启用不到一个月的光复乡公所办公大楼 迎来第一批前来参访的教客 乡长林清水与客室主管在大门前亲自迎接 我们欢迎福利陈乡长还有他们的村长代表 欢迎现境之南的福利乡以水到农产明文国内外 今天由乡长成荣冲率领客室主管 以及在地小农义行60多人 特别来到光复乡请义 光复乡公所农官客也不尝试 透过影片大方分享经验交流 彼此相互学习 农官客我们叫农亦观光客 我们是从搬家之后 然后我们从去整理 然后原来脱售中心完了都没有 都没有搬回来 就直接在那边 等下我们农官客 在市地里面 因为这农亦客就是观光客 市地就是我们观光 现在很重要的观光经典 我说我们在小区里面 在那个腹地里面有个服务场所 然后我们办公间一半 可以给我们在地的解收人员 这些对地方观光有兴趣 有理念可以来办公 所以中央上次我去连前连去 带哥去参观我们复离 乡以公所的产地证明 往另外的地方 透过影片分享 也在乡公所农官客长带领下 参访马滩市地生态休闲 观光农产业 了解光富乡休闲 农业观光产业的辅导 政策 业务 或者是福利等项目 让小农不需辞行 那我们这次交流 一样 他们也是美 我们也是美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只要小农来 来参加 参观 这一次的参访交流 不仅是公务机关间相互学习 彼此观摩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事实上 两乡镇首长私交甚度 从在农会系统中培养的革命情感 堪称老大哥的乡长林清水也特别安慰 并鼓励这一次连任失利的小老弟陈荣聪 深信认真的人必定不孤单 也借着这一次的参访交流 希望两乡镇能共享共好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这是玉兰光复采访可 雷兰光复采访子 为何一项